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吃点特别辣的东西 比如说辣牙膊 或者一吃完火锅 回到家里面就肚子疼 就要拉肚子 拉完就没事了 还有很多人是在和人吵完架 生气的时候 或者特别紧张 比如说要准备考驾照了 或者要考试 或者要准备一个公共的演讲 在紧张的时候 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的响 就开始腹痛了 就不断的要去上厕所 还有一些人是吃完凉的 或者吃完凉水果之后 肚子疼就要拉肚子 那你觉得我可能是肠炎了 我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你去查大便 去化验血 一点事都没有 如果你有这些表现的话 你要小心一个疾病 叫做肠义肌综合症 那么你听名字 肠子特别容易受到肌惹 受到刺激 比如说凉的刺激 热的刺激 辣的刺激 或者你一生气 一紧张这种精神的刺激 肠子就开始蠕动 蠕动的快了 就会出现腹泻 有些人蠕动的慢了 他就会便秘 正常来说 欧美国家的人群 更多的就是便秘为主 而咱中国亚洲人群 更多的 他表现就是以腹泻 肚子疼 拉肚子为主了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 到底该怎么去调理呢 我们从中意上讲 我们想想这几个原因 如果你是和情绪有关 只要是一紧张 一焦虑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肚子疼 拉肚子 根本憋不住总小生的锁 那和谁有关 那和肝有关 这属于叫肝气成脾 我们在中医上 肝属木 而脾胃属土 木刻土 如果说肝火特别大了 或者肝气愈得厉害了 它就容易欺负脾胃 肝木成脾土 就拉肚子了 它的特点就是 一紧张一生气 它就腹泻 这其实很好记 可能还会出现 平时脾气比较不好 两个鞋肋部会出现疼痛 出现这样的表现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用 梳干离皮的药 那好用的叫做 固肠止蟹丸 它可以调和肝皮 那你可以再配上一点 逍遥丸 对于容易抑郁的人 这样的话 效果很好 就是比较紧张的时候 用效果好 如果你是说脾气大了 和人吵完架 还容易腹泻 一生气就腹泻 你可以用一些 家胃逍遥丸 配固肠止蟹 那家胃逍遥呢 它加了单皮和质子 更偏重于轻干火一些 这是首先第一种 和情绪有关的 第二种啊 你说我是一吃了辣的 或者一吃了特别烫的 这样的食物 就容易出现腹泻 那可能证明啊 是不是还是和热有关呀 那最简单 你来判断 你就伸舌头 一伸舌头 舌头红 舌他也黄 那你一定是肠胃有热 那我们清一清火 最好用的一个药啊 你一定能记住 叫做长颜凝胶囊 这个药呢 清热止蟹 效果好 还有呢 像最好用的 叫做小波茧 也就是我们常用的 说黄莲素 它呢 就有比较好的 清热止蟹的效果了 那你说 我呢 每次吃完火锅 它就拉肚子 但是啊 我去看过了 我的舌头啊 也不红 舌苔也不红 就是舌苔很厚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啊 它和热就没关系了 那你说 哎 这个火锅又热又辣 它怎么不是因为内热导致的呢 哎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因为火锅啊 油特别多 那可能你不是因为它的辣腹泻 而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油出现了腹泻 那这种泻呢 更偏重于叫脾虚的泻泻了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你越清热 它可能脾就越虚了 我们可以用一点 健脾止蟹的药物 比如说好用的像 补脾 异常丸 哎 这个药物呢 就很合适 你可以搭配啊 森林白竹丸 它可以呢 健脾 补气 还有止蟹的功效 这样的话 健脾 去湿 止蟹 效果就比较好一些了 那还有一些人呢 是一吃了凉的 就容易腹泻 那像这样的人群的话 那更偏重是脾羊虚 也就是脾胃的 阳气比较弱了 那我们可以用一点 父子里中丸 还有呢 像肠胃 宁 胶囊 他们呢 都有这种温中止蟹的效果 那你一听 你是不是就学会 到底该怎么用药了 最后呢 还有一种人 他的刺激啊 和时间关系比较密切 什么时候呢 早晨一起床呀 就肚子疼 拉肚子 如果有这样的表现呀 更多见的呀 属于叫五更蟹蟹 沉起腹蟹 蟹后痛减 那这种情况 其实在西医上 也属于是 这个肠医纪合征的 这样的问题 他呢 在中医上属于叫脾肾阳虚 就不光是脾的问题了 他肾阳也虚了 那么他会伴有啊 像腰西酸软呀 晚上总爱起夜呀 怕冷 睡觉冰凉 这些表现 那你可以用一个经典药物叫四神丸 用上呢 就特别的好用了 那我们除了应用这些药物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去用一些止蟹的穴位 我教你一个呢 除了湿热穴穴之外呢 其他的腹穴都能用的一个方法 你呢 就用爱揪的方法 你揪一个穴位 一下就能记住 他叫做天疏穴 天疏穴在哪呢 他呢 在我们的肚脐 肚脐呢 往两边旁开呢 两寸 两寸呢 也就是两个大拇指的这个宽度 比较好找 这个穴位呢 是大肠的木穴 专门制腹穴的 甚至很严重的腹穴 他都很管用 我们找一个爱揪条 我们揪左边的天疏穴 一边爱揪的时候 爱揪十到十五分钟 很多人一边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响 爱揪完了 你再揪右边的十五分钟左右 这样每天坚持爱揪添书穴 对于呢 这样的腹穴 效果也很好 那最后 腹穴除了用中程药 和穴位爱揪之外 我们还可以去应用一些呢 易生菌 那易生菌呢 比较常见的像乳酸感菌 还有呢 像第一牙包感菌 也就是常用的整长生 还有呢 各种的像 落酸感菌 长球菌 三连活菌 还有一些像二连活菌 这些药物呢 我建议啊 你经常腹泻的人呢 最好要常吃一段 这种的补益 肠道 易生菌的药物 很多人呢 是因为啊 各种不良的习惯 导致了肠道菌群的紊乱 那你补充一下 易生菌 效果是非常好的 你想小孩的话 可以用枯草感菌 二连活菌 就妈咪爱 去来呢 长期的调理一下 这样的肠道的易生菌 对于呢 肠义急增后症的效果 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好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 请关注我